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 这个星期是华人社会准备过春节 而中国大陆的春运启动冲上最高峰 现在呢 恶劣天系继续严峻地考验春运的能量 中国大陆的中央气象台有暴雪 大风 冰冻跟大雾 四种预警是意气齐发 铁路多班列车 停运 雾点 那么有的人呢 退了票之后要再抢到一张回乡的票非常难 所以宁可在车站大厅等七小时继续怀抱希望 还有风景景点提琴坍塌 暴雨把湖南张家界有一个叫72棋楼里面的茶馆 顶棚压垮 至少22人受伤 上海现在是赶紧在春节客流爆量的时候 稽查所有热门景点收票的状况 免得趁机涨价 本清的地方是香港 香港呢 早就有港人都是北上半年货 所以他有一个类似我们迪化界的海味铺商圈 到今天依旧买气冷清 旅客人 你们好 受到选影响 湖桥站当制部分列车停运 旅客人都已经到站了 才听到广播列车停运消息 原本排在竞争队伍里 现在转头到退票窗口去 原来过来把这个票给改决一下 从这个红桥到镇江的 希望能够弄个站票回去就可以了 这票很难抢 但是已经补不到回去的票了 退票是很快的 晚几天吧 退票顺畅 但要再抢到车票难度高 不愿放弃的苦手在车站大厅 看什么时候雾点的列车才能抵达 有人一等七个小时 不只是上海红桥火车站 周日一天21个班次停运 武汉铁路有141班列车停运 当局呼吁旅客 出门前要先了解列车实况 不要贸然前往车站 积压的乘客是越来越多 冻雨 大雪 导致铁路接触往复兵 导电不良 对列车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覆盖也会导致线路积雪 列车行驶只能降速运行 官方统计九天春运铁路 已经发送破亿人次 而今年有机会创历史新高 高达九十亿人次跨区流动的大陆春运 却正遇上十五年以来最强的雨雪天气 今天早晨六点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和大风蓝色预警 以及冰冻和大雾黄色预警 大陆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 中东部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持续 在安徽一度因为暴雪有近百个 豪速公路收费站关闭 而在重庆强降雪能见度低 也让高速公路受临时管制 春节运输高峰在即 恶劣天气何时才能好转 大陆中东部雨雪冰冻 过了五号可能会好转 但紧接着南方雨雪 要持续到除夕前 天气成为今年春运最大挑战 另外也需提防疾病 跟着春运人流扩散 随着春节前后 人员跨区域的流动 和人群的聚集性增多 等这些因素的影响 预计新冠疫情将逐步上升 大陆国家卫健委预告 节后呼吸道疾病将有一定的流行 而在新冠疫情部分 目前JN.1已经是主流病毒株 要做好预防 而过节旅游景点免不了失序出乱子 上海官方提前展开机查 这个补差价票 补差价有的时候是 他学生证没带 或者是没有提供不了 机查人员 详细查看景区收费明细 就怕趁着过节期间 敲竹杠多收费 安全也十分重要 湖南张家界知名景区 72棋楼 一家茶馆棚顶上周六 因为暴雪倒塌 导致22人受伤 当时是那个演员 在唱三知名歌 那个演员的头顶上 进去还没到节日的高峰人潮 却发生意外 就怕之后状况更多 不过在香港 今年春节前的采买 却显得冷清 港人一窝蜂北上半年货 香港海外铺 如同台湾迪化街的干货 采买商圈 店家感叹 比九零差很多 可能开左关 很多人会 就是回大陆 或者去旅行 是少了的 比对象那两年 疫情没得出去的时候 是少了很多 我想都差了30% 相较大陆不少餐厅 在节前 餐饮业调集人寿 确保春节顾客用餐 香港的商铺 买气冷清 甚至比疫情前更差 恐怕这个年不好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CANADA